她的开朗乐观 是无人能及的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她说 她这一辈子受到的 除了母亲的影响之外 她觉得 那个她当同工的工厂的老板 让她到现在 依然是刻骨铭心 她说她没有放弃她 儿时的张凤珠 曾在工厂里当同工 年纪虽小 做起事来不说大人 有时打瞌睡 还是能完成手边工作 老板不但不责备她 还鼓励她继续升学 老板对她的疼爱和不放弃 在凤珠的心里 埋下了善的种子 也影响她长大之后的作为 家住彰化的张凤珠师姐 因照顾卧病在床的文生师兄 无法前来录影现场 人间度就要请节目 将以电话连线的方式 与张凤珠师姐对话 和我们分享她和文生师兄 成为寄养家庭的心路历程 我会很难过 你还甚至你会有那种 那种没想到再做一种 当然 那种面图 可是你转个练 你以后想说 今天她在困苦的时候 你是为她的预口 那你可以帮到她 你可以帮到她 那就值得 你要学习放下 张凤珠和林文生 从不舍到懂得放下 继续当季养儿的心灵加油站 让孩子带着满满的爱 走好她的人生路 走 来 来 先走 我去哪里 去我 妈要到 妈妈 爸爸妈妈知道 要带我出去洗澡 快走 回车买火了 我要等爸爸回来 那天 虽然阿母一路都没说话 但是我知道 阿母已经决定 要继续做碎她的日子 阿母啦 阿母啦 由那天开始 无论她的工作 有点辛苦 她也是要扣自己的日流 去打这些鸡 爸爸虽然说现在 没跟我们一起联会 所以我们爸爸做的教的事情 妈妈都会想把话做到教 知道吗 知道 妈妈 我不敢去上课啦 不然你老师又点不念我缴学费 没缴就没缴 也不会怎样 妈妈就是因为要招待客人 我们的学费 又没办法缴了 阿母啦 你带起来 这 太好了 我不用去读书了 张梦主 全班同学只剩下你还没有缴学费 你什么时候缴啊 阿 我妈妈有把学费放在我桌上 是我忘记拿了 我现在就跑回家拿 张梦主 你要去哪里 对不起 我妹妹不是故意不缴学费的 如果是因为家里的经历状况 缴不出学费 老师可以谅解 可是你骗老师说 你要回家拿学费 结果趁机会跑出去玩 所以老师罚你 是因为你说谎 知道吗 老师跟你说 其实你妈妈很了不起 老师也知道 她是因为要帮助朋友 所以先把钱给朋友 这给你 收据 跟妈妈说 学费的事情不用担心 谢谢老师 赶快回家了 不要再跑出去玩了 知道了 谢谢老师 好 我们马上赶快来欢迎 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 编剧张春香 编剧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编剧张春香 接着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 饰演这个师兄 文生师兄的503 林山您好 阿姜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林山跟您请安 其实在故事的后面 我们会看到 就是师姐其实是一个 充满了很多大爱的人 那个爱的那个范围跟力量 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那就再倒推回来 我们去想到她的童年 其实她的童年并不是那种 就是很好过的童年 因为我们看到 刚刚那集戏里面描述 就是没钱缴学费 可是呢 妈妈甚至在家里 已经很贫困的时候了 还可以把这个钱去借给 或者甚至给予 比他们更难过的一个家庭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 是不是这个部分 也影响了师姐 后来她在她自己的人生上面 她其实就是可以很无私的付出 是不是这样 是 当然 最主要妈妈当她看到 就其实她们生活过得 非常的不好 对 很辛苦 好不容易 巴望到也许有一碗热饭 对 或者是好不容易 可以缴学费了 对 而妈妈竟然在朋友来找她的时候 那么无私的把原先要缴学费的钱 给了这个她的朋友 后来妈妈告诉凤珠她们姐妹说 只有辛苦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辛苦的人 我们才更知道 辛苦人的辛苦 对 她就是在这个部分 给孩子非常好的生肖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 师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除了无私之外 你还会看到那种同理心 很强烈的这个同理心 是 不过当然这个戏里面 比较幽默一点 我们也看到 好像这个师姐 从比较小的时候 就不是挺爱读书的 是的 她很爱做事 她很爱做事 所以她很早早就去做事了 可是读书这个事情 哇 不少学费 那真的是来到机会了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在编剧你们 或者是凌珊 你们在跟这个本尊师姐 接触的过程里面 你们觉得她有一些潜在的性格 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是不是真的是那种 比较外放活泼 阿萨里的人吗 她是这个样子 而且有点大姐大的那种味道 她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 甚至她说话连逗脸都没有 我们都来不及听 好 那今天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凌珊 因为我们看到 就你在这个戏里面扮演的是文森师兄 那其实师兄跟师姐 算是很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就认识了 然后也因为你们的背景 其实非常的类似是不是 所以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去对这个师姐产生好感的 在戏里面 基本上我那个时候我所演的是 比较像是一个文青 就是喜欢听听音乐 然后尤其是西洋的音乐 就是觉得自己还蛮有格调的 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这样子 所以对一般现在 在她当时的那个女生 她可能都会觉得说 要跟她有一点可以沟通 对 接近 她才可能会去有进一步的动作 所以刚开始他们 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你们去过我家玩 我就会觉得说师兄 应该不会是喜欢 像师姐这样一个个性 师姐就是 那在剧本上的安排 她本身也是这个样子 本来那个妹妹是想要介绍给 给哥哥认识 对 那结果哥哥根本就对人家没有什么兴趣 可是好像就是因为 自己又觉得有点好胜心或者是什么 就会觉得说 难道我的朋友这么喜欢她 她是看到她什么样的优点 我没有看到吗 我不应该是 不会去看到人家某一个方面的 所以她也想试试看 那她就也跳进来搅和一下 是 对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 就有很多很喜感的东西 所以那一段恋爱的过程 我觉得还蛮快乐的 我们也看到以前台湾传统社会 那种坚毅有韧性的女人的性格 然后也看到了师姐的小的时候的 这些童年的状况 那想要请教一下编剧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戏里头 你觉得你最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 究竟是什么 他们其实现阶段的环境不是很好 但她的开朗乐观是无人能及的 而且是说在自己这么艰困的状态之下 她说了一句话 她是说 她最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无依无靠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所以我们这个戏 我在写的过程里头 连我自己都自探佛如 她能做的事情 我相信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菩萨 是那么无私的奉献 手心向下 然后她非常客气的说 还不是客气 我们觉得是客气 但是觉得我不是客气 我是较湿的 你知道我在做的时候 收获最大的就是我 这个多么不容易 是 没有错 就像我们师姐说的 就是因为我是痛苦人 所以我比外人更好知道 痛苦人是在痛苦什么的 所以师姐才可以在她的人生里头 做这么这么伟大跟无私的奉献 今天非常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你同事不错 很直接 很少见哦 风筑小姐 你平常做什么休息啊 你是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问这样子的问题 太猫眉了吗 你知道吗 风筑小姐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 今天下班啊 你这很重吧 我来帮你吧 这我的东西 你这边 你中啊 吴婚生 还好嘛 他想拿给他自己的 你怎么会来 刚好路过 风筑小姐 我请你吃饭 请吃饭 你怎么知道今天所生的 生日 她才是病情消息要管她 她是自己的 天天別說妳要吃個吃 還好你很生 那我也很難突生 妳放心 阿薇她不會再來了 她不會再來 你來幹嘛 我就每天都來 所以也習慣了 而且我對妳還滿內疚的 沒關係 那居然這樣的話 我請妳吃飯 表述我對妳的歉意 沒有啦 我請妳吃冰 是我先說要請吃冰 這叫什麼啊 快吃啊 阿薇早安是送的 怎麼送妳回來 有朋友 記得有在交往嗎 就帶回來 讓爸爸媽媽看 沒有 沒有 都是她的朋友而已 謝謝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個是看到師兄跟師姐兩個 在年輕的時候 剛認識談戀愛的一些過程 真的相當的逗趣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林珊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的呈現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比較喜劇 然後比較誇張一點的演法 對 那為什麼在這一個過程的時候 你們會這樣子去處理這個不同的呈現跟表演方式呢 好 因為我演過滿多我們大愛的戲 其實都是很真實的 那都很貼近生活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 可是有時候有一些很喜感的東西 我就跟導演還有跟我們的女主角 我們就一起研究說 導演 我們這個戲 如果我們把它用比較喜感的方式來演出 你覺得觀眾可不可以接受 導演說 可以啊 你試試看啊 你們兩個演起來應該不錯吧 那你們看能做到什麼 你們就做吧 那從那時候我就跟女主角 我們就開始培養默契 一個左演 一個右演 就會比較像喜劇的方式去呈現這一段 是 喜劇的呈現 那個節奏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說如果在這個節奏上面 互相也對手戲的彼此的默契 就更重要了 來請教一下 就是黎珊 你平常怎麼去跟女主角去培養 尤其在這樣 要有一點這種收放的 然後好像跳Tango這樣子 彼此之間要了解彼此的節奏的時候 你們試一下是怎麼去互動跟對戲 有沒有比較有趣的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我看到那個師姐 就是本尊師姐的時候 我覺得她一直讓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她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東西 來 沒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去幫你拿一個什麼東西 她有一種 就是給人家感覺很強的那種磁場 對不對 對 就是她撐得住全場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會回到過去她那個年代 再來設想 我會覺得說 其實在她那個年代 很多的女生都是比較害羞 有一句台語就是比較 比較詭諧的 她叫愛吃雞小的 對 就會比較那種 是 不要啦 不要啦 可是那個師姐她就是比較說 走走走走 我們去吃冰還是什麼東西 你要什麼我就立刻給你 你問我什麼話 我就直接的回答給你 那是一種很特別的一種氛圍 然後我在跟我們的那個女主角 蕙君在演的時候 我就發現蕙君她事實上 她的個性也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很能夠配合那個當中的那種 蕙君是有什麼話她就直說了 然後有什麼事情她就直做 她就大啦啦 而且她的那個眼神 而且她的眼睛又很大 所以她能夠用眼睛告訴你 每一個她要做的事情或者什麼 那我就是很細心的去觀察她 我就知道說 她是要這樣 她是要那樣 她喜歡這個 她不喜歡這個 那我們就來配合她 那尤其蕙君她也是一個 她的演技是很厲害的一個 很自然 對 一個演員 所以跟她配合起來 就能夠那個節奏 事實上在抓 還滿能夠就是 符合當初劇情裡面所需要的 那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地去培養 中間的感情 那蕙君她會覺得說 我是一個 就是像戲裡面那個文森一樣 就是 一個很乖乖的男生 所以她對我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也許如果我是一個很壯或者什麼 那個女生會有所防備 對 因為會感覺比較有 企圖心跟侵略性 對 就侵略性 然後 因為我們看到的 在戲裡面你的好友阿薇 她就是一個比較積極要勁的人 對 所以她就會給人家感覺 就是一個比較積極派行動派 對 還有什麼就是表現出來 那她剛好這樣的性格 也遇到我們所奉諸師姐 也是本身一個比較外放的性格 比較清楚明白的性格 那所以兩個人的性格就很接近 比方說 可能阿薇就是一次就表達 就是我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那你這麼直接來 師姐的回答也是 我這麼就直接去 我就是不要做什麼 不用做什麼 對不對 那反而我們在戲裡面看到 文森師兄 他是一個比較 我們說的比較一個安靜 然後比較沉穩 比較內斂的性格的人 然後他從這個 他自己的好友 在跟這個師姐的互動裡面 他大概八九不離十 也大概抓到了這個師姐的性格了 那我覺得這一點我就很好奇 想要請教一下編劇 這明明就是人家同學 人家好友阿薇追這個師姐的 文森師兄 湊什麼熱鬧 他應該是早就愛在心裡 口難開 是不是 可能自己 早就有盤子 不自 可能是他自己不自知 真的 不自知 有可能 而剛開始就是一份很義氣 讓我沒面子 你不要干擾人家女生 對啊 所以他就是 我就是一定要去拔 拔人想住那種感覺 可是在人其實是 來來去去的過程裡頭 就會看到他的優點 就會感覺到他的那個吸引力 到最後真正原先的那個主因 就是說要來追他的這個阿薇 撤退之後 自己反而才發現 我真的就是愛他 已經深陷氣球了 而不知覺 是 所以我們也問了鳳祝師姐說 阿薇如果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文聖師兄也還沒來 他說他感覺沒來 是不是 是 就是其實這是有一種 期待在裡頭了 是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也看到 就是 慧君在詮釋鳳祝師姐的 這個部分上面 我們覺得他的表演 其實是真的有到位的 而且是 你可以從這個戲裡面 看到是有不同層次的 就是他一開始可能不以為意 對文聖師兄不以為意 可是當他到那個點 那個Fern她覺得 心裡面 對這個男生產生了一些好感 然後有一點在乎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慧君在這個轉折上面 其實他表現出來了 那種女生感覺到的那一點 嬌羞 他其實有掌握到了 這個戲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有提到了 就是說 我們看到了師姐其實後來 她就是一個不愛 從小就不愛讀書 然後她就是 渣渣來做工 比搭菜還要好的那種人 那她在這個日後碰到這個老闆 其實對她往後的人生 也有相當不同的影響層面的對不對 請教一下編劇這個部分 是 鳳竹師姐她事實上在今天唱完畢業典禮歌 然後她在那個工廠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是被所有的同事 只要一看到 她從小就逃氣得不得了 她那時候在那個工廠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是被所有的同事 就是只要一看到她 幾乎鳥獸散 因為頭痛人物 太可怕了 她自己在講這段的時候 她還有點小小的自豪 真的 可是那個老闆 就很多人會去告狀 可是那個老闆去跟老闆告狀的時候 甚至把他拎到他的辦公室去 通常是要嘛幾乎 要不然就是海罵一頓 她不會 她就是說 你不要這麼的調皮搗蛋 其實也還是要聽我的勸 好好的去念書 她其實是不停的耳提念命的 那所以鳳竹師姐 我們去採訪的時候她說 她這一輩子受到的 除了母親的影響之外 她覺得那個她當同工的工廠的老闆 讓她到現在依然是刻骨鳴心 她說她沒有放棄她 當她那麼調皮 一堆人都鳥獸散 她應該受到處罰的 她不但沒有受到處罰 老闆還鼓勵她 叫她一定要好好念書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像鳳竹師姐的說的 她深受這個老闆的影響 到現在還非常的感恩 沒有錯 我想我們在這個故事 看到從小時候 童年的師姐 然後到她還比較年輕一點點 已經開始到工廠去工作的師姐 因為看到這個戲裡面 影響她最深的兩個人 一來就是她母親 二來其實就是這個工廠老闆 我想她們都有共同的一個特質 就是愛 是 對 用愛去化解 去教育很多很多的事情 今天非常感恩兩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也感恩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鳳竹跟文森交往了一段時間 兩人也到了論及婚嫁的年紀了 就在颱風夜 文森指導一向膽大的鳳竹 卻害怕颱風 決定冒著狂風咒雨去探望鳳竹 這一去感動了鳳竹一家人 跟奠定了兩人愛的磐石 我們就先來看這一段精采的戲劇片段 阿伯 阿伯 妳在裡面啦 叫我來就好了 今天是文心喔 謝謝阿伯 很抱歉 我再去看妳看妳 文森 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妳讓她這麼大 再來給我看 其實我媽 是人家的睡衣 真的很巧耶 這有什麼好巧不巧 我爸爸也有兩個老婆 也是因為這樣 我更覺得 妳很適合當我們家的媳婦 這麼簡單的求婚啊 今天是好一集 這是妳要吃的金蕉 請妳將鳳竹給我 哪有你們在倆轉交來提金的啊 我爸說的是栗子 我知道是栗子 可是這個季節去哪裡找啊 我爸沒用 妳生得老好命了 妳看文森給妳 帶妳這麼好的媳婦 令我都很欣賞 如果是聽到好聽的話 我們就多聽一點 如果聽到沒有好聽的 我們一天就再戳起來 也會硬碎 這樣就不會三生四肺 其實師兄就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 對不對 妳看他所有的 從戀愛的過程裡面 到這個求婚的過程裡面 他表現的就是讓妳感覺 前後相當的一致 是 對 就是我當初就覺得 我的朋友干擾了妳 打擾了妳 所以我要相挺而出 是 因為這樣子慢慢發現 跟師姐日久生情 好 那後來也因為 這個跟師姐談戀愛 老師十八相送 然後於是就住進她家了 是 然後又擔心說 這個鄰居的閒言閒語 那我們要給一個 女人家好名聲 是 那於是乎怎麼樣 給妳最好的名聲呢 就是我幫妳找來做夢 所以妳說 師兄實不實際 是 真的她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 好 就請教一下林珊 妳在跟師兄接觸的過程裡面 妳真的也有感觸到 她真的是這樣一個性格的人嗎 有 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責任感的人 雖然她跟師姐的個性是不同的 可是妳看她關注的事情方面 譬如說她 她是一個工廠的負責人 是 所以她在很多事情上面 她是很專注在她的工作上面 師姐是比較周圍的事情 都會幫師兄 就是整個家都會把她顧好 周圍的人把她顧好 師兄她就非常專注的 要把她所認為說 把賺錢這件事情 把照顧家 就是要把這個家的經濟搞好這件事情 她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責任感的人 那我們來相對套到剛剛 我們這個戲裡面的那個講 就是她居然都已經讓人家覺得說 我如果這樣到人家家裡面去住 人家會講話 那我應該要展現出 我是一個男人 我應該要一個男人的企圖跟責任 我娶妳 什麼方法我還沒想到 我先去買水果 到妳家再說 這太可愛了 這真的是太可愛 所以你們在拍 求婚的那一場戲的時候 你知道我剛剛看到那個戲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可愛的是 那個師姐就講 妳這麼簡單的求婚 你知道那個 我覺得 好的演員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當這個本到那個 好的演員手上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她把戲弄活了 是 那當我們就是觀眾來看這個戲的時候 我們會因為一個好的演員 把角色呈現出來 而在這個戲裡頭覺得過癮跟入戲 所以我們剛剛真的很想 就是跟著師姐 就是敲一下師兄的頭說 妳怎麼可以這麼簡單 就要來取走我們家的世界 妳知道嗎 所以真的是很可愛 我覺得這表演非常非常的入味 那還有一點我們就說 這個要請教一下這個林珊 因為我們現場也只有妳一個男生 為什麼老是在這個颱風天 停電天 好像女生就比較容易被感動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以我自己 年輕談戀愛的經驗 是 我覺得總是要找一個很好的機會 來獻殷勤 尤其是當人家有需要的時候 譬如說她覺得害怕 我要怎麼樣展現出我的力量去保護她 並不是說我有什麼 想說要故意來獻這樣的一個 那個殷勤或者是心機 妳會覺得說對方有需要的 像我們那些 因為妳在乎她 對 她戲裡面她颱風 她就已經告訴過妳說 她颱風天她很怕打 而且很危險 對 而且以前又常停電 對 以前妳知道都是電線桿的時代 對 一颱風就停電 隨便風一吹就會到了 是 所以可以想像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的是 我們在家裡面幫她祈禱嗎 我覺得好像可以 但是還是不太實際對不對 就直接到她家去保護她 讓她覺得說妳不用擔心 甚至可以跟你保證說 未來只要有颱風這件事情 或者只要有危難的時候 我都在妳身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可以保證自己 跟可以建立自己一個 信心給對方的一個時候 我覺得我也會這麼做 為了颱風天 絕對不是編劇編出來的 還是真的 這是原著 所以世界有真的提到 就是颱風天那個 是她們的定情天嗎 對 就是 她就是說 她就是妳別看我這個樣子 很勇猛的 妳別看我這麼大啦啦的 是 我妳說 我天不怕地不不怕 我就是怕風天啦 天啊 那可見這個文生師兄 他還真記住了 就是因為他的記住了 而且在那麼大的風雨之下 他還到他家 第一個 我覺得相對的 就是感動了 鳳珠師姐的爸爸媽媽 這個大寶很難得 對 風天還來 對 可是站在文生的媽媽的立場 唉唷 套風落後 還出去 妳都不在怕 有什麼 那些女生到底是怎樣 所以媽媽 那個心裡是有點小不舒服 但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對 就看到這個戲 後來兩位結婚了 那其實這個真實的這個 師姐跟師兄的相處 其實也真的是這樣 就公公非常的照顧 這個鳳珠師姐 然後也很疼愛她 可是婆婆呢 就比較有意見一點 是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 好像她們之間 也有一點點 一開始有一些婆媳問題 那請教一下編劇 就是這師姐在提到 她跟婆婆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她有沒有什麼樣 不同的描述呢 我覺得這個重點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是說 公公非常的同愛鳳珠師姐 應該更反過來說 鳳珠師姐非常的孝順公 非常會做人 是 她例如 公公她有時候會有下棋 一些喝茶的朋友 來家裡的時候 是 鳳珠師姐絕對是端茶不湯 而且就是會招呼那些長輩 就是在人家痛 她很喝嘴 是 嘴也甜 雖然嘴快但也甜 對 所以非常得這些長輩的喚心 但當然這個婆婆的這個部分 因為台風天而不顧自己的死活 跑出去這件事情 對婆是有一點 我覺得反正婆媳 一定會 對 對 所以在家裡她難免有些事情 頗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鳳珠再怎麼做 永遠很難答正 但這個公公就會告訴她 公公也是有智慧的 告訴她說 我們疼得下去就比較疼 對 疼不下去了 我們就經常都要走這樣走 我覺得這個真高 真的很高 所以在這個戲裡面 我們除了看到一齣好戲之外 其實它也讓我們學習到 很多不同的人生智慧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兩位的分享 感恩 水灿演藝正式登場 大愛之光區 坐在第一排的這幾位菩薩 雖然智能發展持緩 但是他們比起手語的模樣 好專注好認真 喜歡入金帳 為什麼喜歡入金帳 喜歡瓷季的火道 講比較深一點的話 他們不懂 就是說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這個氣氛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很熱忱 很盡責很努力地在做這個演藝 讓他們感受到說 我們進入瓷季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們必須要付出的 能正式參加演藝 背後的學習 全賴慈濟志工林文生張鳳珠夫妻 一次一次耐心教導 這個1 這個2 然後他再下來 3 3 1 2 3 一個簡單的動作 得反覆交上好幾回 張鳳珠不厭其煩 更用說故事的方法 讓他們容易記手動作 就是跟人家打架 前頭握起來 就被抓起來 扣起來了 就被警察抓起來 扣起來拉下來 拉下來 這樣是不是被關了 很可憐 要給他糊糊的抱一下 珍惜好姻緣 入金藏 參加大愛之光區 這群智能發展直緩的朋友 更珍惜平時的付出機會 每個星期假日 他們都會到彰化禁絲堂 做福田 擦拭桌椅 掃地整理環境 也投入環保分類 他們用最單純的信念 學習付出 感受那份快樂 這一段節目裡面 我們來邀請到的一位 非常重要的貴賓 不過我們要call out給她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我們的張鳳珠鳳珠師姐 是她本尊 師姐您好 你好 您好 師姐我們剛剛看到了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的感恩妳 有這樣子的一個很無私的 很偉大的一個愛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師姐 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2011年的時候 你怎麼會想到說 要帶著這些愛奇的這些小孩子 一起去參加這個水灿大會呢 應該是這樣講說 我入慈濟其實都是在學習 因為那個小朋友 他們其實他們是比較沒有自主的人力 因為上面有講說 上輩子做什麼 我們這輩子就是瘦 那每個人的基本就是自己去寫 我們下輩子 我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就是說 我們這輩子自己創造 那時候我是想說 他們小朋友 他們自己沒有辦法自己去 等於就是自己去寫他的基本 那就讓我們來帶他們來 就是來幫他們寫基本 我們在水灿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 所以怎麼講 剛開始是師兄進去 我那時候還沒有進去 後來我進去 我覺得說 應該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在那個 在水灿的那個過程裡面 是很震撼的 因為有講到那個 勿達國士的事情 是 對 因為勿達國士的事情 那是有那種因果 有因果輪迴的 那小朋友來講 我是認為說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寫佛 就是講英國論 那我們這輩子 如果說我們自己 能夠好好的來 來修福田 來種福田的話 那他們下輩子 一定比這輩子更好 師姐 就是我剛剛看到那個VCR裡面 其實水灿它是 一連串很多的動作 你也真的很厲害 你有沒有辦法 你把他們咬到他那裡 你有什麼彼補嗎 應該是說 剛才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 他在看我們的時候 是跟我們堆掉 我們在逼真手的時候 哪有這種困擾 因為我在逼真手 他在逼真手 是 因為他看到你是 是不同方向的 後來有時候跟他講說 你如果要逼真手的時候 你會跟他說 對 牙齒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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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哪一個動作 你就是 你本來我們是右手 那你就跟他講 一般我們小朋友 都是右手 都是哪塊手 我說你牙齒的手 要逼真 你是牙齒的手 要逼真 不然他們左右會搞不清楚 所以師姐 在你帶這個 這些愛奇兒訓練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其實你跟師兄 真的都這個不辭辛勞 那因為帶領這樣的孩子 其實需要很長的時間 然後也需要有耐心 然後有愛心 願意付出 那你在帶這些孩子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 感動人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應該是講說 其實他們 我認為這種小朋友 在帶的時候 你就是 你要降低自己的年齡 因為像我剛帶的時候 我工廠裡面的歐巴桑就會跟我講說 對 你就是 你就是 他在騎高雨 太陽 那我是跟他講說 其實 你不要看作大人 你把他當作說 他是 五歲小孩 五歲小孩 因為他就是 怎麼講 拒絕長大的小孩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換個角度給他看 你們家的小孩 三歲五歲 他才有夢 沒有說 他跟他看 大人家的小孩 騙他就傻傻傻傻 對 都知道 對 你第一看你們家的孫子 你看他三歲 他可能只是說 思念沒有看得很多 你不去開啟他的智慧 你就以小孩子的那個 同言同語跟他帶 你就跟他交心 我認為說 小朋友其實 你愛跟他 跟他怎麼說 應該是說 帶人 帶心 沒有 對 他如果 他如果跟你好的時候 你什麼都很好講 後來我也發現一個問題 我發現說 其實 其實這種孩子 他如果遇到好的人 他就是很好 如果遇到壞的人 其實 也很容易去跟他們 讓人勇氣對不對 今天如果 不管是誰對你們 很好很好 如果他做的事情是錯的 你也不能做 即使他是你的父母 即使是我 你都不能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那種 這種小朋友 你要讓他有是非觀念 很重要 了解 這種小朋友 其實他在急難的時候 讓他們 等於就說 再讓他們有那個經濟 還是說 他的那個身心靈 受傷的時候 讓他有一個 寄託感 有一個靠岸 讓他一個休息的地方 家裡的地方 是 這樣子 了解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 師姐您的分享 真的 你也在您身上 我們學習到 愛是可以無忍佛界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你謝謝 你為這些愛情兒 做這麼這麼多的事情 也謝謝你今天 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 謝謝你 師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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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好 也感恩503的分享 感恩 更感恩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家裡增加了兩個小寶貝 也增添了熱鬧 一家七口和熱熔熔 婆婆也不再覺得無聊了 就在寄養年限即將到來 儘管是不捨 還是要跟孩子們分開的 不過親情怎麼能說捨就捨的呢 我們一塊來看看這一段精采的喜劇片段 妹妹的手又流血了 天啊 可能有這種的媽媽 小孩這麼小 要這樣加下去 我們整個會兒做會照顧她 絕對不用給這兩個小孩 受到什麼的衛生 謝謝媽媽 這是什麼啦 這幾天奶奶奶 我才知道養一個孩子 好辛苦好辛苦喔 謝謝媽媽 把我們養這麼大 唉唷 怎麼了 他們說整天開始 如果要加班 加班費就要幫他們提高 不然我們不用是要加班了 他們說啦 要加多少錢你們這麼快做 你說得出來 我就把他們放下去 不賺錢沒關係啦 這就我們還有聖父的信賴啦 信用多重要的呢 一二三 嘿 剛才 只有這兩個小孩 媽媽 就不覺得沒了 在家裡 也給了很多歡笑聲 幸福快樂的日子 時間歸了特別快 這兩個家庭三年元年限 也要搞了 東東 妹妹 我們去坐車車好不好 東東 我要過去一次 等他們爸爸回來好不好 東東 東東 我要過去 東東 林秀潔 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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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怎麼這樣 你 师姐 您现在在线上吗 有 有 在线上 你那时候有两个小朋友 一男一女到你家里来 后来他们就是又被别人接走了 你还记得你那两位孩子吗 收养的那两位孩子吗 应该是说 怎么讲 他其实那个小朋友来 他的生子是真的是很 怎么讲 很不舍 因为妈妈是稀毒 他很小 那时候刚好 他出来的时候是 应该是五六个月 那时候他是很小嘛 所以妈妈都会 可能是吃 怎么讲 吃药的过程当中 他也会产生一些幻觉还是这样 他会去咬他 咬他的手指头 那个哥哥是比较大 因为哥哥跟他是差两岁 所以他要这个大的 他可能会跑 他很小 就躺在那边 就任由他摆布 所以师姐 当初是这两个孩子 你觉得对师兄影响最大 然后激起他心里面的那个 很底层的那个温暖的父爱吗 应该讲说跟他也蛮亲的 是 我们说毕竟这孩子可能在他这个在你们的家庭来讲 他只是一个中继站 他未来还是得离开你们身边的 那想要请教一下师姐 就是说在面对孩子要离开的时候 我想人之常情一定会有这种舍不得 刚开始来你带的时候 第一个小朋友要走的时候 你会很不舍会很难过 你还甚至你会有那种 那种不想要再做一种 当然 去那种念头 可是你转个念 你想说今天他在困苦的时候 你是因为他的遗口 那你可以帮到他 你可以帮到他那就值得 你要学习放下 就是说当然我们说 放下这两个字 说来非常的简单 但我觉得做来是相当需要智慧的 那你跟师兄怎么处理你们自己 本身的情绪这个部分 应该是说也是经验累积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 我爸爸比较成姐姐 那我就是你看那个影片 我看到我有 因为你比较皮嘛 都翘课逃学嘛 对 我小毕业 隔天我就去打工了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啦 我有学到一点就是 我其实把那个老板 有一点转移那种父亲的那种父爱 叫做父亲了 其实我在享受那种父爱 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说 今天他如果是我 我也会这样去感觉 那今天如果说我有尽到这个责任 我有尽到这个责任 我让他说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他能够得到温暖 所以说不是你亲身的 但是那个感觉就是 你是他的妈妈 对 那我就印证我自己以前 我以前的那种感觉 我就认为说 这样也是一种幸福 一个小朋友来 那你就把他当成 我是一个加油站 不管是 升星年的加油站 那我就在那边帮他加满油 就送他出行 那是一段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没错 想是很容易 可是也是有煎熬 就是一个一个 这样一直累积 你就可以慢慢也会自己 就自然就会放开 因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 要学习 那长时间的相处下来 那感情只能有真无解 所以对对方的一些依赖 牵挂都会更多更长一点 那这个是师兄跟师姐 你们本身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其实 在你收养这些 领养这些孩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也有自己的小孩 你也有自己的家庭 那你的小孩 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又是什么 那他们可以跟这些孩子 打成一片 有没有经过你什么样 不同的教导跟学习呢 应该说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们是会有一点排斥 我相信 对 因为变成说 因为我在带的时候 我知道说我自己穷过 我自己自己就是说 小的时候也是蛮 以前的环境 应该讲说你个人都是 不是很好过 是 那那个小朋友进来的时候 我就是等于本来就说 我们买东西可能买两份 那如果说现在是三个小朋友进来 那跟我们是家的两个小朋友 可能我就要买五份 我会去跟我的小朋友讲 我就跟他讲说 今天你们在正常家庭里面 你有爸爸妈妈 有阿嬷疼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可能就爸爸不在了 妈妈要上班 没有人办法带他们 他们如果说不出来 他们可能生活就过不下去 那你跟他们比 你是幸福的 师姐 其实我们刚才听您聊天的 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甚至真的相当的佩服 因为好像听你讲 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 这么稀松平常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些事情是你经常累月 在你的生活里头就有在做的 真的你的爱太伟大 也太无私了 你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了 师姐 感恩您 好 谢谢 谢谢 感恩 感恩 好 感恩 感恩 也感恩林三的分享 感恩 好 谢谢 感恩 谢谢 感恩 好 更感恩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